師父,自作業是否應該自作自仇呢? 佛教說,因果報應當然是自作自仇 有些人相信命運決定一切 但佛教的理論就認為,命運是由自己做業而來的 上書太甲就說,天作業有可為,自作業不可活 人的一生所做的事,形成業力 業力有善有惡,業力不可思議,心力也不可思議 不少的例子都可以證明 我們要記得,命運是控制在我們自己手上 只要從今天起,傳好心、行好事、說好話 就可以得到善報,三年之後就可以見到命運的好轉 師父,佛為何會容許世間有這麼多苦難呢? 天是不會恃福給一些惡人的 苦難並非釋加茅離佛比的 而是我們前世或者今生自作自仇 佛有三種不能 第一,不能滅眾生的定業 第二,不能化到無緣的眾生 第三,所到不能盡眾生界 因為佛的能力不可思議 眾生的業力也不可思議 師父,佛經中所記載的懺悔文 有長有短,長短有什麼關係呢? 慈念短的是不是足夠呢? 一般的懺悔文就是用 往昔所作諸樂業 佳幼無恥貪親癡 從生予以知所生 一切罪障皆懺悔 法語文是用眾生無邊誓願道 煩惱無盡誓願斷 法門無兩誓願學 佛道無上誓願成 其實每個人都可以有自己不同的法語文 例如地藏菩薩的法願 地獄尾胸,誓不成佛 眾生道盡,方正菩提 就是依著自己的理想而去法院 你 那麼就很正常 Donald無一誓 你重提來我們